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抢抓黄金期是领导参加扶重树木 台风重创美丽家园 厦门人用勤劳的双手展示恢复重建的厦门速度 今晚全市通电完成率有望达到98%以上 供水基本恢复正常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6年的9月20号 星期二 农历8月20 我们来看今天下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9号到20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陆永祥带队到厦门 对我是智能制造创新设计方面的相关企业进行了调研 陆永祥一行先后实地视察了 红发电声 梅亚百科和三安光电等公司 红发是全球最主要的寄电器生产销售商之一 去年度 全球寄电器总产量138亿支 红发的产量是12亿支 占全球的8.6%排名第一 陆永祥表示 我国的高端基础元器件主要依靠进口 但是红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通过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机制创新 现在已经进入全球低压寄电器行业的前列 非常不容易 他鼓励鸿发要永不满足 继续以质量取胜 要在做砖 做精 做墙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大 不断向其他高端行业领域拓展 在美亚百科 陆永祥详细了解了产品 服务 市场等方面的情况 这家企业被誉为电子数据取证与网络空间安全专家 主要服务的客户为国内各级司法机关 以及行政执法部门 陆永祥认为 除了网络安全之外 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在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进行拓展尝试 造福百姓 造福大众 没有土壤 没有阳光 一颗颗鲜嫩的蔬菜蓬勃生长 在三安光店 陆永祥参观并品尝了 三安利用光源技术栽培出来的生菜 据了解 在这植物工厂里生长出来的蔬菜零无染 可以直接生吃 陆永祥对三安光店这些年的转型生 升级和创新给予了肯定 认为可以继续提高效率 优化空间结构 推广这一新兴农业生产模式 三安光店在硬件能力提升的同时 要在软件研发方面多项功夫 提升系统集成服务能力 省市领导刘群英 郑道西 陈金 陈金陪同调研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副省长黄岐玉先后检查了 我是五元湾片区 祥安区部分农业受灾情况 在五元湾湿地公园 黄岐玉了解了受灾情况后 慰问了林场工人和武警官兵 详细了解他们的饮食住宿情况 叮嘱有关部门 做好救灾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黄岐玉鼓励他们再坚持几天 做好救灾工作 他表示 省里正着手调集机械物资等支援灾后建设 随后黄岐玉行前往祥安区 如意集团种苗隐藩基地 和融结园台湾水果观光园 了解受灾情况 在如意种苗基地 黄岐玉蹲下查看茄子种苗的受伤情况 他向如意情集团相关负责人嘱咐 要尽快抢救种苗修复大棚 尽量减少损失 他向种苗基地和水果观光园相关负责人 表达了慰问和鼓励 并表示 省里目前已经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设施农业可补贴到50% 市区里也会有相关的配套扶持政策 他鼓励农民上报受灾项目 争取支持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市长裴金家一行来到云当湖畔 与现场抢救树木的园林工作人员一起扶重树木 裴金家呼吁全市有能力有爱心的市民 积极参与扶重树木 展现文明市民的风采 环美丽厦门一片绿音 在现场 裴金家等市领导拿起专业工具 拉起线绳扶正树木 支起护架 在园林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扶重了凤凰木 红千层 串前流等多树树木 期间 裴金家还关切地询问 还云当湖树木的抢救恢复情况 据了解 台风灾害造成还湖树木倒幅近70% 受损严重 经过近几天的抢救 南湖公园61树大型树木 已经全部扶正 环湖一带还有7000多树树木 需要抢救 工作强度依然很大 裴金家指出 绿化恢复工作 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 从而提升抢救的成活率 但是眼下时间紧 大量导服树木 需要赶在抢救黄金期内完成扶重 还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 号召大家一起来做 是这个意思 因为时间线很有限 事实上现在要抢时间 当然还有一个科学回重 我看昨天的电视台也好 包报纸也登了 几个步骤大家要学习 通过这里我们回头来 就是今后再增强这个 这个立化的意思 城市的美化的意思 当然首先是救灾 首先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家园 这个树木 裴金家说 众人石柴火焰高 台风灾害发生6天来 全市上下启动员 争分夺秒展开灾后重建工作 将厦门市民的文明素质 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也实现了文明城市的一次自我升华 大灾这个是一个坏事 但是碰到灾害以后 全市人民众众志成城 我们金民众志成城 全市上下干部群众众志成城 这个是我们克服困难的 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也是我们文明城市建设 我想是一次新的一次升华 我们以后很需要这种精神 市领导郑道西张健 红碧玲 黄灵 陈秋雄 张灿民 李伟华 陈沈阳 卢江 参加服众树木 服政树木也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才能保证树木服政之后的存活率 目前市政园林局 已经向全市市民发出了 抢救树木倡议 在抢救和服政树木中 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我们去听一听园林专家的建议 目前全市导服树木较多 园林专家建议 在黄金期里要按照树木危急状况 有先后的服政树木 其中根部已经裸露的树木 一定要优先服政 尽可能提高树木的存活率 那导服特别厉害的 树根已经裸露的 那我们这个还会在第一时间 尽快地把它 三五天把它服起来 那另外一部分生命比较强健的 然后根受损比较弱的 比较少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在就 我们会在后一步 第二步我们再来进行服政 导服树木由于根部受损 扶政之前都需要把树冠整个修剪掉 减少水分蒸发 树木的修剪需要尽量保持树高三米以上 保留三级以上分支 使树木有基本树形 同时要把已经受伤的根部剪掉 避免以后腐烂 影响新根的生长 在扶政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安全 避免用力不当 造成树木反向倒伏的伤害 同时扶政后可以用支架固定 并回填土壤浇水 给树木做好数学 以便后续养护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欢迎回来 12小时严阵以待 48小时救急救险 120小时连续作战 在遭遇1949年以来 最强台风肆虐的厦门 今天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我们请小俊来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是道路清障基本完工 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学校清理干净 在今天迎来了学生 鼓浪雨也即将在明天 开始限流迎客 厦门的灾后重建 被媒体和市民称为厦门速度 今天是厦门岛内大多数小学在台风后恢复上课的第一天 阳光下被雨水破坏的操场已经修复完毕 教室里的积水和碎玻璃也已经打扫干净 校园里干净又整洁 几天来 全市各所大中小学都积极投入灾后自救校园重建 用非同寻常的速度清理了遭受台风重创的校园 厦门一中在台风中受损严重 学校家长 家校联手 仅用两天时间就重现了美丽的校园 当天下午我们就来了五十多位的老师 特别感动的是来了将近十位的家属和子女 共同参与在校的自救 形成的家校联手 共筑美好校园的这种动能场面 那么在17号 警备区的机关以及他们的教导队 出动了一百名的官兵 赶到学校为我们清理 初中部导落的数字 如其保证的我们学校能够顺利开学 重建家园的厦门速度正让这座城市越变越好 从明天开始 古浪雨也将重新敞开怀抱 现流迎客 目前岛上二十多条受阻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行 全岛卫生清理和消杀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 几天前的狼藉惨状正在通过大家的双手改变着 让家园重现美好 而在火炬高新技术区外围道路以及周边小区 经过几天的冲刺式重建 今天也都恢复了以往的模样 这样的变化让每天往返园区上下班的员工印象深刻 昨天早上比较早就出发来上班 到路上还有不早杂物 那晚上九点多回去 那发现路面干净非常多 而且还有一家和路的一侧的路灯已经亮了 这样感到非常感觉心里非常的宽慰 厦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主要是大家一起更多努力 各方的社会力量啊 还有居民自发啊 作为厦门市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 不单纯依靠政府来救灾 如今的厦门街头 诺兰蒂带来的创伤正被一个一个的抚平 越来越多的大街小巷 正在重现往日的整洁与美丽 几天来 驻军部队武警消防官兵奋战在第一线 全省电力抢修队伍持愿厦门 园林供电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抢修 市民们主动组织起来进行自救 党员机关干部志愿者队伍 成为灾后恢复家园的中间力量 厦门的灾后重建工作虽然千头万绪 但却有条不紊 广大市民对家园的热爱 对子弟兵和抢修队伍的由衷感激 更是多次刷屏 成为城市的热新闻 本台记者报道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 这几天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 从断水断电 到水有了 电来了 树正了 路通了 面对大灾 大家不悲不愿 不等不靠 以乐观浮平伤痕 用团结创造效率 中央和外地媒体把厦门的高效的灾后重建 赞为厦门速度 而在速度的后面 是城市积淀已久的和谐 文明 包容和温情 虽然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已经逐渐恢复 但是重建的任务仍然繁重 我们更加关注那些仍在抢修的设施 仍需要帮助的群体 我们也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务实的态度 更加勤奋的双手和冷静的头脑 城市的明天会更美 但是需要每一个厦门人的奉献和参与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水电抢修的最后冲刺情况 在同安丙州岛 十千伏的电力上香线正在修复 预计今晚丙州岛上的两千多户居民有望送电 根据电力部门的预计到今晚 全市通电完成率有望达到98%以上 上午九点多 在同安丙州村 来自南平供电公司的抢修队伍 正在对十千伏的上香线进行修复 作为丙州岛上的主要输电线路 上香线担负着全岛两千多户居民的供电任务 在这次台风中 线路有五根高压线杆损毁 十多处导线脱落 而且不少线路周边还有导服的铁皮房等杂物 抢修工作难度不小 在这根损毁最严重的电杆旁 抢修人员利用吊车重新架设新杆 直接在空中把旧杆上的线路移到新杆上 电力抢修人员表示 目前岛上大部分的损毁线杆已经重立 相关岛线也正在安装 预计今晚有望恢复供电 高压处理完以后 我们把低压的总共有八个台区的 低压用户要全部排查一遍 保证这岛上的八台配遍全部供电 预计什么时候能处理完 基本上是叫到今天晚上 估计大概到七点钟左右 等外部的电源点来供电过来 这边应该没问题 本台记者报道 目前全市总体的用水情况如何 与昨天相比有哪些变化 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 正在厦门水务的记者陈小丹 你好小丹 好的小静 小静你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厦门水务集团 我们现在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是 目前全市除了同安区以外 已经全面恢复正常的供水了 那今天的水务部门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共计增加了像同安地区的供水是1000吨每小时 那么目前同安区的累计供水量是达到了6800吨每小时 这样一个数值是高于正常情况下的6000吨每小时 还高出800吨每小时 那么经过水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努力 我们现在已经把截止到昨天下午 同安区有3万户用水困难这个数值降低到了6000户 这6000户主要是分布在同安区一些地势较高的区域 那么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 我们将会争取恢复同安区一个正常的供水压力值 那么到24点之后 这最后的6000户用水困难的住户将会如愿地用上自来水 那么最后在这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在24点之后 您发现家中的用水依然不正常 可以在确定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没有损坏的情况下 拨打一个热线电话96303 来向水务部门进行咨询和报修 好的 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小丹 那么为了减轻14号台风墨兰地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我是14家农贸市场开始增加平价菜摊位 让不少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平价菜 早上8点还不到 松柏农产品市场的平价菜摊位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市民迅速完成了蔬菜挑选 过乘收银等流程 市民告诉记者 这里的大白菜 红萝卜 土豆等 都比市面上卖得便宜 花菜比昨天便宜了将近一块钱 今天看到这个平价蔬菜感觉还挺好的 对老百姓还是蛮识惠的 在郑海农产品市场 平价菜摊位也同样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去了解从9月15号开始 我是岛内外的夏商明星潮市 对土豆 青椒 黄瓜等9个品种的蔬菜 执行平价销售 比市场售价要低15% 从昨天开始 平价菜销售 欢迎回来 昨天是慈善总会第四次理事会 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推选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金星 担任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新一届理事会表示 市慈善总会作为我是重要的慈善组织 将义不容辞参与重建家园行动 决定从救灾专项资金中 拨出善款150万元 帮助我是受灾严重困难家庭 战胜眼前的困难 市领导陈秋雄 黄景坤 林瑞出席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市领导分别检查了灾后卫生防疫 旅游景点修复等情况 昨天下午 副市长郭桂荣到祥安检查 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初步统计 祥安区应灾死亡生猪9400头 加勤27万余 祥安区采取养殖户自救 挖深坑掩埋 以及政府无害化处理运输队 统一收集处理两种方式 将全区应灾死亡处勤 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在马象镇农贸市场 记者看到 这里的沟渠以及边角地带 都撒上了漂白粉和沙虫剂 据介绍 台风过后市场每天都进行一次 彻底消杀 三乡社区也在绿化带 清洁楼周边喷洒杀虫剂 社区已恢复干净整洁的面貌 昨天 副市长倪超对旅游项目受灾 及恢复情况进行了检查 圆博院近三万株树木倒幅受损 标志性建筑 杏林阁主体出现微微倾斜 零零国际马戏城表演剧院 圆形拱顶被吹走 价值数千万元的舞台设备 全部被水浸泡 集美熬园内 解放纪念碑基座围栏内的 一个柱头被吹落 连加根先生当年亲手种植的 二十多棵柏树也倒幅一地 目前 我是相关部门和单位 正加紧对旅游景区的救灾和排险 以期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逐步重新开放 昨天下午 副市长卢江检查 同安区疾病防控工作情况 随着灾后供水的陆续恢复 同安区对四家集中式供水单位 二十八家二次供水单位 三十八个水井 开展快速检测 集中式供水单位 出水场水质监测 都达到实用水标准 此外 同安区的各医疗机构 也启动了灾后传染病监测 目前全区未发生 灾后相关传染病疫情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 同安举行以920就爱您 我的同安为主题的 灾后抢险 军民共建 洁净家园活动 抬眼望去 今天的同安 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近五万名同安区干部群众 与部队官兵一起 对城区各个主要路段 进行清扫清运垃圾 家园是我们共同的 我们应该 和手把他打造好 军说这个台风 打击以后 大家都要行动起来 不能说不能等 也不能去靠 作为人民主题兵 在这样的困难面前 是我们一不容辞的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尽管天气炎热 但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员 都干就十足 他们不怕脏不顾累 手持扫把 铁锹等工具 清扫道路 清晕垃圾 经过一天的劳动 城区大部分路段 都变得干净 整洁 给人换人一新的感觉 在灾后重建中 陆军第31集团军 某防空旅 连续多日出动千人摆车 与地方专业力量 组成联合清障队 打通了多个民生要点 交通道路 18号上午6点半 部队官兵编队行军 赶赴厦门本岛 湖滨南路加河路 同安区食品园 工业集中区等 七个受灾较为严重的点位 进行道路清障 跟前两天不一样的是 地方派出巨工 建筑工 工程机械等专业力量 与部队组建了联合清障队 提高了清障效率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地方专业巨工负责树干分解 部队官兵负责装车 交警部门与军地车辆 协同转运数支杂物 各项工作忙而不乱地展开着 我们动用了工程机械 与地方专业力量配合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仅用了四个小时 工作量比昨天一天两倍还多 军民同心齐力断金 在良性互动下 附近群众纷纷加入到联合清障队伍中来 配合官兵清扫树叶 驻地商户也自发地走上街头 为官兵送来水和食物 短短半天时间 联合清障队累计转运数支杂物 一千多车清理了主干道三千多米 疏通了龙山四中路等十三条城市主干道 为灾后重建打通了生命通道 前方进来了 我们进入了主经理 像这样的工作效率 要不要多久 我们的家园就会重新建立起来 昨天市财政局 民政局联合下达2016年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的通知 一千万元省级救灾资金 将专款用于台风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 昨天南平市人民政府 也向我是捐赠了总价值 约一千万元的救灾物资 主要包括矿泉水 鸡蛋 大米等生活必需品 这也是灾后我是收到的 第一批省内兄弟城市的捐赠 近日市发改委驾监局 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期间 价格政策提醒函 严禁不正当价格行为 如果经营者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 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十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民可拨打 12358价格举报电话举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